我们都说爸爸带孩子还有呼吸就好 啊 明年 在他还是小baby的时候 第一次帮他洗澡 他才帮我女儿腻食 我就说你这样也不用帮他洗的 没关系 他很厉害 我出国 然后他自己陪小孩陪了一年多 他会比较想要用很自然的方式 不是刻意的方式 有句话说 爸爸带小孩有呼吸就好 不知道各位家长认不认同呢 男性与女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差异 一直是众多研究的热点 那么有一个方式也会因为性别而产生差异吗 来听听家长们的感受与经验 哦 他会穿一些很奇怪的搭配 然后 但是 没有 就他自己选啊 哦 他自己选是不是 就他自己选啊 那你比较不擅长的事情 哄他睡觉还有洗澡 从小都是他都要找他妈陪他一起睡觉 在他还是小baby的时候 第一次帮他洗澡 然后他才能帮我圆女士 我就说你这很不用帮他洗的 没关系 我不介意帮他洗到他长大 他不太会洗 所以我就觉得这洗澡还好 但是睡觉的话就是 固定的跟妈妈一起睡 想听如果就是男性 你要擅长带小孩子冒险 是有的 在家里的话他有一些建构性的玩具 像是那种磁力片 或是建筑师那种 需要盖的 他跟他爸爸就玩得很好 但是他就不会找我玩这个 因为他会说 妈妈你这个很无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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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念故事书的时候 他就说 爸爸你这叔叔念得很烂 我跟妈妈念就好了 日累的这样 就是蛮 我觉得这个区分蛮明显的 然后还有像这种户外的时候 他跟他爸爸 大部分都是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些 比较难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会比较倾向说 请他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就是会在后面一直这样子提醒 所以我觉得冒险部分真的是 爸爸真的是有差的 我们都说爸爸带孩子还有空隙就好 明年 尽量简单化 算了 有带出门就好 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至少他今天有自己安排活动 最后就是 就放手让他自己做 比如说放下的时候 我就没有安排什么行程 然后让他自己去带 爸爸日 我没有爸爸日 那有什么话想要对方说吗 我觉得他做得不错啊 好像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有一个大陆剧很红 叫小日子吧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 顾莫莉的妈妈 跟爸爸 但爸爸好像是董事长 然后他回家的样子就是 穿着围裙 然后炒菜 然后扫地 然后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回顾一下 然后他就突然讲 我觉得那个角色跟我很像 然后我就忽然想一想 我说 我到底在家里功能是什么 后来发现 我好像没做什么家事 我大概就只有煮饭 洗碗啊 洗衣服 晒衣服 摺衣服 今天都是他 掃地都是他 我就懒了 那就是他这个方面是做得不错 然后孩子跟他 因为可能我没有爸爸日 所以孩子跟他的 互动很好 就是他只要回家 然后呢 cant country 一直分享很多事情 好棒啊 他不会跟爸爸聊天 就是一直 高威 你平常有这么高威 然后就会比较依赖爸爸 很多時候跟小朋友聊什么 学校有一些交友的狀况 或者是他有喜欢的东西 会跟他聊 那你会认真的吗 你有时候在忙的时候 小敷衍一下 viewing 對 但是還是會聽 可能我自己小時候爸爸媽媽也在忙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覺得有點小小的遺憾 我覺得這個秘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秘訣喔? 從剛養成跟小孩的遺孤關係這麼健康 就是玩的時候就專心盡情跟他們玩這樣 專心盡情 對對對 然後 小到大都這樣子 一路上都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結婚的時候有個共識 我們都不想要變成以前的爸爸媽媽 哦 對 就是我們 我們沒有想要變成以前的爸爸媽媽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可能就比較權威式的 那我的爸媽可能就是 也沒有那麼權威 但是他就是以前工作在忙 那我們討論就說 如果我們生了小孩 我們要給他什麼樣的父母 就是不要copy上一輩的 所以我們就盡量 就從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爸爸 就是我照顧小孩的生活 他就負責玩 所以他就是小孩子的大玩具 我們都說 只要不要危害到生命 安全的狀況下 都可以放手去做 有什麼印象深刻 覺得很有趣的事情發生的 這個爸爸 爸爸日 我有想一些比較 一些有趣的遊戲吧 對 像我女兒就很喜歡 玩鬼抓人這樣子 很盡情的扮演 當鬼是怎麼樣的表情啊 在經驗中 你有沒有覺得 比較有挑戰性的事情 是你可能沒辦法 那麼快學會或做到的 我覺得跟小孩子 尤其當他有情緒的時候 要怎麼去耐住性執政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最需要挑戰的啦 尤其是小朋友堅持一些東西的時候 要怎麼去知道他的需求 怎麼樣去說服他 但又不能帶有一些情緒 就跟他講這樣子 他很厲害 我出國 然後他自己陪小孩陪了一年多 自己帶小孩帶了一年多 一歲多 一歲多到兩歲多 帶他去托嬰中庭上下學 然後做家事 然後再煮 回家再煮飯給他吃 對小孩育兒那些的行為 或者是說活動 是讓你覺得 身為爸爸好像做得到 我身為媽媽好像 可能沒有那麼擅長的部分 他自己可以做到 媽媽可能沒辦法做到 他可以扛很多東西 他可以扛嬰兒車 然後又帶他 然後就拿大包小包的 但是我力氣沒那麼大 就沒辦法 還有他可以在地上 當馬給他騎 然後我就做不到 這個我就不行 爸爸比較擅長帶 小孩子冒險 比較擅長傾聽的這部分 可能好像媽媽 比較擅長說故事 但爸爸好像覺得 說故事事情就很困難 沒有爸爸比較厲害 爸爸會掰東掰西 然後媽媽就會很認真的 照著那個字這樣念出來 然後小孩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就很認真回答 大家就會順著小孩的脈絡 去回答小孩的問題 接著 我們請獨自帶孩子 一年多的爸爸現身說法 獨自一年帶小朋友的這個經歷 你在這個經驗中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件事 是最具有挑戰性的 就是小孩生病的時候 哦 小孩生病的時候 就是所有情緒 平常的教養 難度放大很多倍這樣 那你學到哪些事實 就如何照顧一個生病的小孩吧 所有都是沒有過的經驗 爸爸都是怎麼找資料 都是網路上 那你有沒有哪一種 跟小孩的相處一次 曾經被另一半註生過 可能太放任他 比如說不收玩具 他就會覺得是我 給他養成的習慣 然後就會出現 剛剛 為什麼還不知道 不收玩具 或者是 衛生習慣比較隨便 類似這種 另一半在買股具的方面 你自己自己 你不要不擅長做到 哦 他很會管理他的所有東西 像衣服 收納 對 可以描述一下你們收納差異的情境 在哪裡 我就是不會收納 把他幫小孩穿衣服 會穿得很奇怪這樣 我就是給他自己選 然後就會 不符合那個天氣狀況 不符合一些審美狀況 你有沒有 趕快把單獨帶小朋友 自己出門 有 因為上了國小以後 我就自己有賽上一些課程 然後 其實我自己也是希望 孩子 他有更多的時間 尤其是男孩子 然後在三年級 因為我小孩子是三年級 在三年級以上 他有需要 在爸爸這個角色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會希望 他們有更多獨處的時間 那我會發現 Mintalk的時間 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會 甚至我小孩子會跟我講說 九年了 你還不了解我嗎 我有我跟爸爸自己的對話空間 我們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你可以理解嗎 超酷的 媽媽感情也很好這樣 對我發現就是 他們有增加他們的談話空間 好像他比較有 可以沉澱思考的時間會更多 我們家爸爸就是很叮驚的 然後我是很放風 小孩子隨便啦 本來就是一個生活感嘛 一事感 幹嘛那麼拘泥小潔呢 身為媽媽做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是爸爸有爸爸的角色 媽媽有媽媽的角色 媽媽有媽媽的角色 然後爸爸在談話的思維 是媽媽沒辦法替代的 比如說男生可能會談論車子啊 那這是不是媽媽可以替代的 然後媽媽可以跟他說 這個紅蘿蔔可以炒蛋 紅蘿蔔可以炒花野菜 但是這不是爸爸可以跟他談論的 就是各自的角色不同 媽媽很擅長說故事 可能爸爸不會說故事都很清醒嗎 故事的部分就是 通常就是每天我都跟孩子在睡前 就是他只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任務 然後他就可以得到一個獎勵就是故事 我有跟爸爸聊過說 因為我覺得孩子長大爸爸的角色 越來越重要 那你有沒有試著想要跟你的孩子講故事 爸爸會覺得他會比較想要用很自然的方式 不是刻意的方式 這是爸爸給我的回應 他好像算是神隊友 真的嗎 就是在育兒上面 為什麼 可是他不是看出來人家餓了嗎 他可以定時啊 他只要就是那個時間點位 覺得育兒有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在餵小孩的時候那個過程 我可能會想說我要讓他開心的吃飯 所以餵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互動 我先生是目的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講 他是目標式 我就是要把這兩個飯餵完 所以他就是我小兒才一歲唷 八 八 就讓他一直沖嘴巴 可是說真的 吃得完啦 我覺得玩起來 爸爸好像比較會玩耶 媽媽可能比較是照顧的這一塊 但是玩起來我覺得爸爸他有辦法玩出 就是我想像不到的東西 丟球這種 我覺得他玩的可能比我好 就跟自己好像有不太一樣的優勢在 所以要對 對 他比較冷靜一點 對於小孩嗎 對 對 是說對於孩子的情緒的反應會比較冷靜嗎 還是說什麼方面會比較冷靜嗎 嗯 可能像遇到半夜發燒這種事情的時候 對 他比較冷靜一點 我會緊張 但是我們兩個的組合變成是 我在想辦法 然後他在安撫小孩這樣子 他是想不到辦法的 可是 你想到辦法之後 你跟他說 他就是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你也想不到辦法 那他就會 待在那邊 在那邊 真的是生隊友 非常感謝 因為 他就是一個 很有耐性的爸爸 所以 小朋友跟他一起的時候 玩電動就比較不會限時間 我會比較一般一點 就比如說15分鐘到了 就要關掉 他會依孩子的狀態去調整 那我會比較守著那條線 沒有我他們就會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默契是 我們不會當著孩子的面 去質疑對方的方式 就說有時候我在罵孩子的時候 他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那他也不會馬上 就說 欸媽媽你不要這樣子 當然我們都是事後溝通 可是我會用眼神 讓他知道說差不多了 接收到我的眼神 他就會說欸好了差不多了 我們其實已經 完了半個小時了 眼睛要休息了 這樣 就是這樣子 因為爸爸就是很有耐性嘛 我也願意聽 但你要能講 你不能在那邊弄半天 然後很久沒講 我就覺得那算了 每秒幾十萬上下 我就會不想 你可以不做事 但你不能碍事 作為一個情人 他並不有趣 可是這樣的特質 作為爸爸跟老公 是很讓人安心的 我已經度過了他 作為情人無趣的那一趴 所以我現在是我 收割的時候了 如果你真的要有個人 一個人走一輩子 他必須 是穩定的 對 要能夠接納我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地球上 應該除了他以外 很難吧 我在生第二個寶寶的時候 那時候剛生產完的時候 曾經就是 我產後大出血 然後有需要輸血的這個狀態 那那個時候 我其實有點昏昏沉沉的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有安心感 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是他 所以即便今天我真的 沒有辦法照顧孩子 那我知道 他可以把這兩個孩子 都顧得很好 我不會擔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 你必須對一個人 百分之百的信任 跟你知道 就是他了 所以可以是他 因為是他 可以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最大的正面的評價 不知道 我有昏過去 會不會醒過來 我本來就想說 那我要趁我還沒有昏過去 說我要趕快跟他講一些什麼 但其實我真的都頭很昏 我其實講不了什麼 我就只有叫他的名字 然後他就一直盯著那個 血氧的那個儀器 他就說你什麼都不要講 所以我們那個晚上 就只有這句話 那一夜他整個夜 就盯著那個儀器 其實在我叫他名字的那個時候 他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他也用那一句說 你什麼都不用說 讓我知道就是 不用說 他都懂 那幾秒之間 我就會覺得 我得到我最想要的東西 其實每個人的教養風格 陪伴孩子的方式 都會因為個人的成長 教育環境或經驗等等因素影響 並非絕對 重要的是 家長們能夠各自發揮著 不同的角色風格 並在育兒這條路上看見彼此的優點 互相扶持成為最佳隊友 共同努力為孩子的成長 畫下美好的篇章 對於本集的街坊內容 你有什麼想法或感受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村民面對面 期待與你上街相見 期待與你上街相見